7月1999年6月15号 今天是我最想静坐的日子 也是我能如愿打坐 感到满足的日子 哦原来 感到满足是因为皮可乐 想静坐就能打坐 令他感到满足各位 上午半个小时 下午将近两个小时 静坐的很开心 不想什么 放下了一切 也不想得到什么 很好哦 如同释放了心灵 好好地放个家 修习好 有心力后 再起来工作 快乐地向前看 可以认真工作 很好哦 这如各位发现 哪一天发现自己有心情 很想静坐 赶快静坐各位 先放下手上的工作去打坐一下 或者是先闭上眼睛 把心安放在舒服 那边在舒服点 这样的话 会很快 各位 闭上了眼睛 或者是说 如果 还不方便 就先 静静 把心安放在舒服点上 或者体内地心中心处 这样的话 这种心情 啊 舒服感 就能不能 违食 也 延长过去的 但到修习 各位 非常非常重要 发生师傅 就分享 所啊 受议 文化 的 知识 各位 发生 是文化 的知识 来自修 习 呃 发生 师傅 认识 珍 了 奶奶 的时候 奶奶 还没教导 什么 就 只 叫 法圣师傅 打坐 还没教导 什么 呃 佛法 就 分享 修行方法 你打坐 放松身体 把心安放在体内地心中心处 呵呵呵 呵呵 呃 当法圣师傅 打坐到一个程度 呃 开始产生 修行经验 呃 证得法求 证得了法身 呃 有了修行经验后 赞恐都用老奶奶 师傅才 呃 告诉 法圣师傅 生命目标啊 呃 就如我们一般人的话 生命目标就有 三 个目标啊 呃 在 人世间的目标 我们要 呃 在Jesrus 在Jesrus 就是 呃 能 工作 赚钱 养活自己 奉养养父母 照顾 照顾 亲戚 呃 人 时候就有两两个境界 三道 三道跟二道 我们就要 法院自己能往生三道 啊 像我们法神社就法院回到多帅天 呃 就近的目标 然后你来才告诉法圣师傅 呃 等等生命目标 是生生世世的生命目标 法圣师傅知道自己生命目标后 啊 就说啊 就会产生道德 与开始修波罗蜜 产生 呃 恭敬心 呃 还有 呃 团体合作 的精神 有这种道德 呃 可以跟别人合作 产生 感恩心 呃 各种各样的道德就会 连续的 出现 连续的 呃 成长 这就是 寺院文化 的来源 各位 基础是从修行开始 发生的时候 很重要 修行 是 文化的基础 寺院文化的基础 师傅就提到说 呃 自己 年轻时啊 因为对修行有兴趣 呃 不论是在 高中 或者已经入 大学了 读书了 在大学 在农业大学读书 从农业大学啊 到北兰寺去找 家老奶奶 打坐 从农业大学要 向往北兰寺 要坐巴士啊 公共 公共车 呃 坐公车 呃 不是泰国这边的公车才有分号码 那 那 北兰寺 的工作人员 呃 室内的 住在室内的 的青少年 呃 因为泰国这边的文化是这样 有些青少年 没钱 呃 脱坡 画园 拿东西 然后就扫地 骂地 等等 然后就去上课 呃 下课回来 就再帮忙打扫 寺院 洗厕所 等等等等 住寺院 就搭讨 уж先生 室内的 发布 就做 呃 台语 叫 アラffic flakes 喝 đi 喝 officials schonsta 这就是 位于 人员 在 就以为 嘅 自己 護得 请 试 小年 其实不是 是每天去 去了就回 去了就回 很特别 就是为了修行 求学 有这种心态 不管师父住多远 都要去找师父 学进坐 上车了就闭上眼睛 到了目的地 就张开眼睛下车 上新一辆车 就闭上眼睛 打坐 然后到了目的地 就下车 再上新一辆车 就张开眼睛 发生如说 就好像 睁开眼睛 睁眨眼睛 一下子 闭眼睛 一下子就到了 北兰师 感觉 不是很久 因为 在车上也打坐 青少年 在大学 四年 大师父说 很少读书 很少读书 都是 比较 因为每天去北兰师 所以很少读书 当同学 来邀请大师父 去参加 大学的活动 也去哦 因为也要有社会 同学的社会 不过 有时候同学 就介绍 法圣师父 认识 女同学 大师父就 跟他谈 谈 你好吗 你叫什么名字 是啊 不过 一准身 就忘记了 忘了他 就没有再理他了 很特别 漂亮 漂亮的女生 漂亮的同学 法圣师父 说 奇怪 就是 心中 没有他的 那种印象啊 就是 谈完了 就放下 为什么呢 年轻人啊 各位 青少年 原因是这样 大师父 说是因为 修行 有了修行经验 快乐啊 感到快乐 另外 有生命目标 体悟到 修行的快乐 第一 第二 有生命目标 明确的生命目标 在心中 所以 异性啊 对大师父来讲 不是目标 不在大师父心里 另外 大师父说 他 有同学 好奇 你曾经 生过气吗 有生气 别人过吗 就想要 测试啊 大师父不小心了 他就拿 鱼露啊 倒在大师父手上 很臭哦 泰国的鱼露 师父也不生气 另外一个同学啊 就故意 想要测试 到底他 懂不懂生气啊 就 故意 故意 急刹车 急脚踏车 就急着 刹车 师父 是第二车 就撞上他 也不生气 呃 为什么呢 因为 心中啊 感到快乐 有修行经验 感到修行上的快乐 有明确的生命目标 师父说 若是 不修行啊 若是不修行 呃 就没有 修行经验 对吗 呃 或者是 方法不对 也不会产生修行经验 没有修行经验 就没有生 没有明确的生命目标 没有生命目标 也不会产生 道德 修波罗密 就会怎样 修波罗密 就会 会累啊 正常的 我们在生活上 都会累 累了 呃 下一步 就 感觉 哎呦 这么闷 这么闷 闷来 闷去 很无聊啊 无聊到 到一个程度 哇 很耐烦啊 呃 结果就 生气 跟别人 吵架 吵来吵去啊 呃 就会 回家 呵呵呵 回家 看父母 回家 常回了 过不久 就真的回家住了 如果是法师就会还俗 居士就离开 呃 发生事 回家住了 这就是因为 没有修行 各位 所以大师傅说 重要重要 我们 呃 我 寺院的文化 寺院文化的基础 就是修行 要修行 要以正确的方法来修行 让自己产生修行经验 然后 自然而然就会产生 明确的生命目标 然后自然而然就会产生 道德 呃 有了道德心 修波罗密就快乐 呃 好吗 各位大德 所以 重要 天天修行 让自己正德发生 好吗 各位大德 哇 sorry Coke 嗨 诶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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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